每一次都在太微孤單中堅強 每一次就算很受傷的不深淚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雙隱情的翅膀 帶我回 給我希望 老家在基隆的立委高嘉瑜 特地從台北趕到衛福部基隆醫院 就是為了好朋友 專業攝影老師莊崇賢的攝影展揭幕站台 並且主動高歌一曲隱形的翅膀 為攝影展揭幕祝賀 就算拉高音也難不倒高嘉瑜 高嘉瑜用好歌聲駁斥斥媒體老師 說他唱歌不好聽的報導 也獲得現場所有人的滿堂彩 他二樓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出來了 被我的歌聲吸引了 所以我就告訴大家 這媒體都有很多的假新聞帶風向 說高嘉瑜唱歌很難聽港語胖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唱歌這麼好聽 然後一直被污名化 所以就是一定要聽現場才知道 對 一定要親耳親眼聽到 所以很多人說為什麼你要一直唱歌 我就覺得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唱歌這麼好聽 一直整天說我唱歌難聽 所以我就是要一直唱歌 OK了 OK了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趨緩 衛福部基隆醫院院長林慶豐 特地邀請好朋友 同時從事商業攝影 已經有27個年頭的 專業攝影老師莊崇賢 展出33幅名為 領受大自然的饗宴的 專業攝影照片 在一二樓的院使藝文走廊展出 歡迎喜歡攝影的好朋友 都可以來參觀 專老師其實他是過去 是一個商業攝影的大師 他一堂課跟大家講報告 一堂課至少五千塊起跳 11月他要開兩堂課 所以你們口袋不深的不能去報名 不過今天有在做的就是 他會打折 我記得他會打折 從商業攝影 其實他這樣回顧三十多年前 到現在他覺得還是回到一人為本 其實我們講創造者 我們講老天好了 其實攝影者只有三分之一 真正的三分之一是創造的人 還有三分之一其實是大家 我們看任何一個畫面 如果沒有大家參與 我現在如果拿起手機拍照 沒有大家在這邊 沒有今天這個場合 其實沒有辦法形成一個完整的影像 所以等一下有機會我們再看 或是這三個月大家有經過 在看這個影像的時候 即使是那個水 即使是那個山 那個陽光 那隻蜜蜂 任何不管是人事物 沒有創造者不會有 他沒有設定的時間 讓他進來這個地方也不會有 更重要的是上帝讓我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時候也拍到了 而從選台北市議員開始 就由莊崇賢幫忙拍攝選舉訂裝照的 立委高嘉瑜 雖然工作忙碌也要特地回基隆一趟 參加莊崇賢攝影展的節目 同時在節目後應現場觀眾的請求 再高歌幾句 高嘉瑜的好歌喉不但帶動攝影展的熱鬧氣氛 也展現高嘉瑜的親和力 記者 劉百姓 毒 劉百孫 秋朗